接下來就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第二位來賓 第二位來賓非常有來頭 他是2015年靠他第一張首張專輯 就入圍了金曲獎最佳國語專輯 跟最佳新人獎 去年的單曲買榜 更是獲得了今年金曲獎 最佳單曲製作人的入圍 我們來馬上歡迎嘻哈界的胖子熊仔 很怕嗎 很怕嗎 花花之鞋必頒走 熊仔 歡迎 大家其實可能不知道 我跟熊仔是國中同班同學 對 所以真的是在這邊敘舊了 你當時有想到我們有這一點嗎 完全沒有耶 真的 而且那時候我記得 對啊 那時候我是轉學生啊 對 因為熊仔他在國三已經快要念完了 才轉來我們班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很好奇一個問題 你到底在前一所學校做了什麼事情 讓你一定要在那個時間轉過來 你是怎樣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一定要轉過來 你在講座上大便 沒有啦 只是上殘障廁所的時候 被那個太妹把門拉開這樣子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沒有 好啦 但是 你最近呢其實在忙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就是 豹子彈 是 豹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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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知道嗎 豹子彈 應該有些人在追蹤 豹子彈 他的IG 對不對 對 要不要跟大家解釋一下豹子彈的概念是什麼 豹子彈其實是我第二張專輯的故事主角這樣子 就是我 因為我專輯我都想要做一些概念專輯這樣 然後 我的第二張專輯的主角是一個叫做 豹子彈的一個憤怒青年 然後 他覺得自己要一直講真話 然後覺得自己 受到很多 憤憤不平這樣 然後 就是 然後他因緣際會的走紅 然後 到他的這種 轉變 然後他的 就是把一個 所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張專輯聽完的時候會睡著嗎 因為我剛剛 對 因為這張專輯叫夢想成真 夢想成真 所以要 要去做一個夢 對要做一個夢 那我問一個問題 豹子彈是熊仔嗎 熊仔是豹子彈嗎 對 因為很多人會誤解這樣 因為 畢竟我們一開始推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 沒有就是 一開始就講說 我們要來做一個劇什麼的 或什麼 我們就直接把歌丟入去了 所以大家就一團混亂 不知道這個人是哪裡冒出來的 對 那我們到很後期 直到金曲獎過後 我們才 來推出官方的解釋這樣子 所以說 在前期很多人會罵 對啊 其實剛剛完全沒有回答問題 我覺得你蠻適合當立法委員 我問 OK 但重點 重點是說 我其實有看金曲獎那段表演 真的 真的非常厲害 我以前只是看IG那些平面 我還沒有這麼深刻的感覺 但是當你整個人走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塞 真的有夠中二 中二到八 那我馬上來看一下這段VCR 來吧 那我馬上來看一下這段VCR Nah Stop all this break in the night I'm about to break out the locks We've been turning to say 我 男生不敗我 女生的愛我 What this yo Five up It's been a long time 坐一輪帶我走紅 輪帶我走紅 I said it's been a long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坐一輪帶我走紅 徹徹後樓 嗨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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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走紅 你叫我走紅 Tian It's been a long time Tian 你喜歡嗎 喜歡 這是我個人的眼罩 為什麼你要戴眼罩 因為我媽媽叮嚀我說現場 現場可能會燈會很亮 所以她特別給我的 其實這跟報紙膽 一開始設定有點關係 因為她就是 這個你也能講 OK 她很偽光 因為太多閃光燈在造成 所以跟設定有關 對 所以報紙展她的眼罩 也是她媽媽給她的嗎 是我給她的 是你給她的 我給她的 一個穿越 好 那我們接下來玩這個遊戲 我會提一個韻 然後熊仔你盡量幫我壓一個韻 我們要講一個故事 然後這個故事最後 我要想辦法丟出一個punchline 讓它變得很好笑 這真的沒say過 這真的沒有say過 這不好笑不能怪我們 真的不好笑 好完蛋了 好想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一個 什麼樣的故事呢 還是我們先講說 最後的punchline是什麼 最後的punchline 我最近有個詞 一直讓我很困惑 叫做台灣價值 所以這個故事呢 它最後的punchline 我想要說 喔 我最後才體會 原來那就是台灣價值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開始講一個故事 我們講一個少年 夢想成真的故事 好不好 OK 好 我先開始 以前我在國中 我都沒有在聽老師上課 我每天都在等老師放課 放課 是一種樂風 但我們下課的時候 只會播鈴聲 對 然後 走到三樓還會聽到老師的鋼琴聲 聽到老師的鋼琴聲 對 然後 可能 呃 會有 旁邊有老師在評分 好 這樣會讓難度增加非常多 拜託不要 對 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在泥沼裡面 在 呃 旁邊有一些評審老師 給他評分 給他評分 他說 你書教這麼爛 要學生怎麼願意待在教室 所以學生就羞辱他說 差你老師 喔 OK 於是學生全部跑走 跑到一個高山上 沒想到 那個高山旁邊還可以掉單槓 他們發現 原來 活著可以這麼有樂趣 沒想到每天都可以接受樂父的特訓 喔 喔 喔 有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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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屌 好屌 我是認真的沒有Sale OK 但 他們 他們總算脫離了 那麼多的壓力 他們感覺壓力快 把他們壓死 在高山上 對 在高山上 對 基本上有科普知識的人會知道 他脫離了壓力 他脫離了壓力 對 差點被壓死 對 他知道 可能還會有下次 就像薛西福斯 對 喔 薛西福斯 為了避免這個情況 先把老師掐死 Damn 這就是台灣價值 愛 掌聲謝謝我們今天的來賓熊仔 要愛熊仔 如果喜歡剛才的影片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募資網站 strnetwork.cc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錢 再繼續做下去了 YA 如果來現場的話 除了可以看到被剪掉的畫面 也可以看到我對各位 剪不掉的思念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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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